哈喽同学们好 今天这节课开始呢 咱们进入文言文课本内课文的讲解 那么首先今天讲解的课文呢 叫做逐之舞退勤诗 是咱们语文必修一里面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言文 好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有同学们会说 老师你为什么讲课内的文言文呢 众所周知这个高考的文言文阅读 它和中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范围 中考的文言文阅读都是考纲内规定的固定的篇目 都是课本里讲过的 但是到了高考考察的范围变成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精实子极 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所以难度非常之大 那么文言文阅读不管是高一的同学 高二的同学还是高三的同学都觉得非常的难 不知道如何去下手 那么在今天金莹老师告诉你 大家刚刚升入高中啊 那么如果你好你想在高考的文言文阅读当中拿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分数 你一定要重视课内文言文阅读的学习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高考文言文阅读 它考察了所有的知识点 文言识词 文言虚词啊 还有这个文言句式这三个重要的知识点 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全部都是咱们课内文言文里面讲过的 好 那么既然在我们课内文言文里面讲过 但是同学们掌握的情况却并不理想 为什么呢 因为同学们往往有一个误区认为 虽然考察的范围是课外的 那么课内的就不用好好学了 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轻敌的现象 所以同学们课内的知识没有掌握好 这个基础没有达好 这个课外的相应的技巧的学习就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长期班里面 暑假班秋季班啊 包括后面的寒假班和春季班 咱们都会安排这个课内文言文的学习 讲解的时候咱们不讲这个具体的很多的相关的历史背景啊 不讲很多相关的内容 咱们也不搞什么这个演习啊 这个同学们演演话剧啊 红门艳说美你演这个这个刘邦 你演项羽 咱们不搞这些 咱们讲什么呢 讲的是这一篇文章里面重要的文言诗词文言 续词和文言句式的高考考点 我会将里面重要的高考考点 用不同颜色的字来标出来 也希望同学们你准备好讲义 如果你现在有已经拥有高中语文教材了 把教材拿出来 在你的书上将重要的知识点一一的标出 如果你没有教材怎么办呢 利用咱们的讲义 讲义上面也有一些相应的提示啊 将它一一的记牢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咱们讲文言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然也提醒大家一句 咱们的这个课程容量呢 是有限的 但是一篇文章 它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可能会有特别多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金英老师会将最重要的知识点 安排在咱们的视频课上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到长期的 或者说知识一环套一环的一些比较深的知识点 咱们会安排在直播辅导当中进行 所以请同学们一定要重视咱们的直播辅导啊 那么金英老师通知了你 就希望你如果有时间就来参加 那么相信你一定能有所收获 好 以上呢 多说了几句 关于咱们的文言文课内的文章的学习 接下来呢 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重要的知脸 叫做竹之舞退勤诗啊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部书啊 这一部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出自左传 这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新高一的同学还没有拿到书 但是呢 你应该了解左传 这个也是你初中阶段文言文知识的 文言文知识和这个文学常识知识的一个重点 左传是什么呢 全称叫做左式春秋传 为什么叫左式呢 因为是左秋名写的啊 记住这人就行了 那么它呢 是一个史学名著 同时也是一文学名著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启使书啊 他写的时候就好像啊 今年是2014年 说他这么写的 2011年发生什么事 2012年发生什么事 2013年发生什么事啊 按照年来写的第一部编年启使书 而且是什么 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啊 记住儒家的弟子也要读左传就可以了 好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的背景 为什么咱们这些课要具体的说一说呢 因为这节课如果你不了解它的相应的背景的话 对于一些人物的理解呀 以及整个故事的情节呢 可能会有一些弧度的地方 咱们简单说一说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期是春秋时期 前面也说过了 左传记载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一些重要的 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 还有他们的外交情况 好 那么从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的是什么呢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7百 476年 它呢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 好 那么春秋时代呢 这个我们知道周王 他的这个管辖的能力越来越弱 他的势力减弱 这个时候呢 诸侯群起啊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春秋五霸 齐桓公 俊文公 宋湘公 秦木公和楚庄王啊 是称春秋五霸 这五霸大家要记住 在你高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当中 这五个人会一直伴随你 在很多篇文章当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 好 那么春秋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就不单单是这五国五霸了 出现了七个国家 好 这七个国家呀 他们之间互相打来打去的啊 搞当时的所谓世界大战 那么这个人们称呼什么呢 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 后来说这战国既然代表了这个时代 我们就称这个时期为战国时期 好 那么战国时期开始于什么呢 公元前七百四百七十五年 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二百二十一年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秦朝统一六国啊 当年灭了七国 统一了六国 那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 好 以上就是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 那么今天咱们学的这篇文章呢 它是在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 现在简单的考同学们一下 发生在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啊 啊 翻回来 我们发现是这个里面是吧 六百三十二啊 是春秋时期的一个事发生在这个成普之战中 啊 这个成普之战发生了一个事 什么事呢 这个晋文公 咱们刚刚所说的这春秋五霸之一 他打 他战胜了楚国 这个时候呢 建立了霸业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晋文 晋国是最牛的啊 是最厉害的 那么后面这个再过了一年发生了什么事